他们帅气潇洒 气欲宣娃 是指导敌人心脏的空中敌人 他们英机长风 直战独斗 是守卫武国蓝天的局部长派 大国之力 欧翔九天 空军成立六十六周年特别节目 军人生精情奉献 竹梦看穷 讲述军旅故事分享地址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军旅人生 金头盔是我国空军授予尖机机飞行员的最高荣誉 只有在全空军组织的自由空战比武当中获胜的飞行员 才有资格拥有它 虽然金头盔并非黄金制成 但它的含金量却毋庸置疑 从2011年设立此想象至今 全空军战斗级飞行员只有区区几十人获得过此想殊荣 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认识的主人公 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今天我们这个对抗互乱训练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对付海密 用这个钟摆 防守为主 然后最后再四击 四击进入攻击范围 四击中引头上仰攻击 记得我小时候 咱们国家的航空技术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那时飞机还不常见 而我有架飞机飞过我们幼儿园 小朋友就一起大喊 飞机飞机落落 该我买个帽吗 但我第一次飞下南天的时候 心中有兴奋 有紧张 有忐忑 但更多的是自豪 现在飞行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中 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此时的我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我要做好 祖国领魂的忠诚卫士 我叫尼海林 我是战斗机飞机员 在空军舰接机部队中 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 谁的飞行技术最好 空战水平最高 谁就成为所在部队所有飞行员挑战的目标 在空军某团 大家原来的目标是团长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团长说过一句 我们团长说 这个14年去蹭下对抗空战的 你们这些年轻的选手 你必须先给我过一遍 你谁打败我了 谁才能去 后来呢 大家就有一段时间呢 吃快睡觉打团长 可是自从2014年9月 李海明参加了空军组织的自由空战对抗赛 赢得金头亏后 大家的目标就变成了 吃饭睡觉打海明 这是一场强强对决的比赛 全空军的空战高手都集结于此 每一场对决都空前激烈 胜负难料 而李海明在比赛前才知道 他的对手是一个有着几千个小时 飞行经验的副旅长 更是连续两届金头亏的得主 你和他这一组以后 你输得肯定非常高 胜率比较低 因为他变成两届金头亏会得主 看似输赢已成定局的结果 却在第二天发生了逆转 李海明以两个首发命中 打败了对手 这样的结果 让赛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李海明的这场自由空战 前后不过几分钟 而制胜的关键往往就在于 稍纵即逝的零点几秒 驾驶第三代战机参加自由空战 飞行员已经不能单纯依赖驾驶技术 还要发挥出自己的战术素养 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 而这些素质的养成 李海明以整整花了十年 2006年空军第一次在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中选拔飞行员 经过大量逃杀 李海明从全国上百所军地高校成千上万的学生中脱颖而出 成为档期120名飞行学员中的意愿 进入学校 李海明经过航空理论初级教练机 高级教练机 这三个阶段的学习和实践后 被第三代战机的超音速机动性全天候飞行给吸引了 要驾驶三代机对很多学员并非一时 首先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高淘汰率 对于这些状况 李海明同期入学 同年改装并相伴至今的战友李健最为了解 他是我们这一百多名飞行中飞得最好 理论功底最深 而且成长进步最快的飞跃 2008年9月 李海明以同期第一名的成绩迎来毕业 可此时的他却面临了一个选择 教练说你留教 这里留教比较稳定 但是我的技术也比较靠前一点 飞行也比较好 后来教练就劝说让我留教 他说先自愿远的 我愿不愿意留教 我就丝毫没有犹豫 我不留 留教当教员 工作相对稳定 每年还有两个假期 这样的机会也不是所有学员都能得到 李海明的家人极力希望他能留校任教 而他坚决要到战斗部队去 所以我们年轻人说 年轻人交由闯进 交由拼搏 风波那也不是问题 为了自己的理想也好 为了自己的那个执着的目标 那我觉得还得飞三代机也好 想驾驶三代机首先要飞好二代机 于是李海明被分配进尖击机部队 开上了尖漆战斗机 从而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模式 跨昼夜的训练 大过载的飞行 全天候的战斗值班 频繁的跨区转场 在这种紧张动荡的环境中 李海明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感 夜间晚上11点多热 在海上单飞 看下面 出现大海 偶尔的有那个雨传灯光 看都地也很遥远 就是天上下面都昏远一起 而且比较整个天空比较安静 就一个人安静地执行自己的任务 就感觉飞行也是个孤单英雄 李海明如愿意尝 成为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但是在他心里还不揣着更大的理想 那就是驾驶中国最好的战斗机 他们帅气潇洒 气欲宣昂 是指导敌人心脏的空中利刃 他们应激长辉 直战于宵 是守卫五国蓝天的局部王牌 大国之力 欧翔九天 空军成立六十六周年 特别节目 军女人生精情奉献 独梦苍穹 飞行成绩优异的他 为何在三代机飞行员选拔中 却是带地 竞争激烈的金头盔比赛 他又如何披荆斩棘 拿到向往已久的入场券 军女人生正在为您讲述 李海明想既定目标飞行 从驾驶二代战机到改装三代战机 这绝不仅仅是一种机型的转换 三代机性能优越 机动性强 信息化水平高 对飞行员的素质有着更高的要求 不是所有二代机飞行员 都能顺利改飞三代机 而在严苛的筛选当中 李海明的很多战友 都拿到了驾驶三代机的合格证 可最优秀的他 却得到了一个带定的通知 都说飞行员是天之骄子 而三代机飞行员 更是骄子中的精英 对素质有着更为严苛的要求 在第一次体检中 李海明拿到的却是带定 我当时就感觉就是 很非常失落 也非常难过吧 因为我当时有个想法 就是难道我就这样 和三代机擦肩而过吗 我感觉就是前面 往前一步可能就三代机 就是近在指使的东西 可能自己可能远远 也跨越不了三代机这个门槛 如果说掌握信息化武器装备 可以通过勤学苦练来实现 那么在体检时 心跳有点不达标 身体条件的带定 李海明却无能为力 一年之内 到时候通过复查 看如果线下热好转 或者是基本未始都没有关系 或者是有其他症状 可能就是三代机肺炎破格 人的医生不可能是一番分顺的 而且各种各样的事情 不可能都是按照你的意愿 所以必须你最后调节好 在长达半年等待复查的时间里 李海明除了加强自身锻炼之外 还依照医生的要求 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 李海明终于跨过了三代机的门槛 成为歼11B的飞行员 驾驶三代战机飞上南天 给他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飞行体验 你飞二代机飞完二代机以后 发现二代机感觉就跟他撒塌上一样 当你飞三代机以后你发现 这就是传说中的宝马和本 就是人感觉 刚刚完成三代机改装的李海明 下方空军巨面模式大改革 从传统的引导对抗模式 转变为自由空战对抗 战斗机的战术训练 更多的是在对抗条件下进行的 选择飞行航线 判断情况 锁定目标 实施攻击 摆脱规避 这一系列都是由飞行员自主完成 而一年一度的金头盔比赛 为空军飞行员展现自我 挑战极限 提供了舞台 大家都非常认可这个金头盔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佼佼的 因为它是王牌 它就是中国的王牌 当你哪一天首粉金盔回来的时候 你不用说把头盔往前一摆 这就是你的实力 你就是最强 2014年 李海明觉得自己已经有实力参加金头盔的角逐 而要想拿到参赛入场券 首先必须要打败当时全团技术最高的团长 我一直把它当为目标 打败它 打败团长 在接下来一个半月的时间内 李海明和全团挑选出来的六名飞行员 与团长进行空中格斗 面对技术娴熟 经验丰富的团长 其他几名飞行员先后杀鱼 唯有李海明三战两胜 从而获得了竞争金头盔的资格 他肯定会注重进攻 但他的防守呢 不一定会像你做得这么好 所以说我说咱俩到时候看看 跟你对到一块的时候 他的防守是弱象 他的进攻会忽视掉他的防守 我说你的强项就是摆脱 然后我再攻击 原本是以摆脱为主 担任助攻的李海明却在对抗中抓住战机 使自己成为了主攻手 我觉得可能对我没有什么建议 后来我就趁虚而入 两次把他给记录了 高手与高手的对决 胜负往往就在虚语之间 谁能果断地抓住对手的失误 谁就有更大的胜算 战斗机的对抗是在万米高空 上百公里的范围内进行的 情况瞬息万别 攻防转换迅速 李海明正是凭借着沉稳 面对的判断力 战胜了对手 比赛结束后 个人成绩最高的李海明 最终获得了金头盔 今天这个小小的奖杯 在这个团 已经成为了一种能力的象征 谁能在空战中打败李海明 谁就能暂时拥有它 不过到目前为止 李海明的奖杯 还从未离手 一切皆可变 唯有我们理想不可变 一切都可退 唯有我们前进的脚步不能退 从一百多名飞行学员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为数不多的战斗机飞行员 从梦想驾驶我国第三代战机的年轻飞行员 到成为最高荣誉金头盔的获得者 李海明一直向着既定的目标 延伸着自己的航线 如今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梦想 就是当国产四代战机列装之后 他能够驾驶着这种新型战机 再次摘取金头盔 我们也祝愿他梦想成真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您还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放到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